大家好,我是拍个曾医生 今天睡衣给大家录个视频 那么到底几点钟睡算熬夜呢 实际上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 好的睡眠啊,只要满足两个条件就可以了 第一个,规律的睡眠时间 不管你晚上是10点,11点,12点 还是1点,2点钟睡 你只要保持一个规律的时间就可以了 多晚都不算熬夜 所以的话呢,你千万不要 今天晚上9点睡,明天11点睡 后天又1,2点钟睡 这样的话你的身体也会受不了 他说他妈的烦死了 第二点,要有充足的睡眠时间和质量 那么到底睡多长时间算充足呢 每个人都不一样 有的人可能睡5个小时就够了 有的人要睡7个小时,8个小时 那么怎么样衡量你睡眠时间够呢 非常简单,你第二天起来之后 一整天都是精神满满的,斗志昂然 那就没有问题 所以的话呢,只要满足这两个条件就可以了 规律的睡眠,充足的睡眠时间 那么无论你几点钟睡,都不算熬夜了 这个知识啊,很多朋友都不知道 赶紧转播到你们的相亲相爱一家人群里面去吧 这样的话你的父母就不会整天催你 早睡早起了 希望大家每天都会睡得好 元气满满的 关注我,关注派克登医生 每天进步,一点点